生笑牛,什么样的眼睛,就会看到什么样的视像,什么样的心境,就会有着什么样的审美,心若美好,天广的阔,又容乃大,倘若这天地间的山水,不必触及间能看到,纵然此生无法一一抵达,又有何汉,眼中有美,则心光明,四方通达,倘若人生有所悟,哪怕岁月如流水, 有何巨年华翠落红,丑年生人,外见宽容,内心刚强,好友好与知性,但为人慈悲心深,有舍己成人之气凯,好出风头,有狭义之心,往往有不利名声的留在世间,一要注意,此年生人平常好大不作小,一要其信,自得受人尊敬,女人者多有志达,真书,牛年生人出年韵志, 中年韵浮沉内定,变化多端,中年后再得良好机会,完整的高望重者已有之,出生在属牛年份的朋友,他们这个属相的人比较的争强好胜,不过在维运处事方面还是很大方好爽的, 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,有着很好的规划,身边的人谁也不能改变,或阻止他们想要做的事情,因为这样属牛的朋友,常常能把事情做到最好,虽然这期间可能会得罪一些人,但是给予其帮助的贵人还是不少的, 在今年属牛的朋友还会发财走运,火爆脾气的他们,以雷绿风行的速度发财致富, 属牛者工作与感情结有斩获期,事业与追求爱情并行, 街交重要人士,有助你的事业发展,恋爱上,你找到在事业上志同道合的另一半,对方的支持你觉得自己很幸运,单身的人,受到上司或高层人士的掌识,可能发展感情哦,创作力受到压抑,只要能在环境上有所突破,将会改变, 虽然不至于能马上激发很棒的想象力,但至少不会继续问着了,试着放胆突破吧,这才乐观,意外之才辞吃,一见好就收,不可贪刀追递,反而无法抓住真正的获利时机,时常助人行善,福报也是无形的财富窝,本周运势平淡中有点小挑战,这周也很容易激动,因为太多事情发生,虽然并不严重, 但完全错不及手,但还是希望你能保持平和冷静,因为这才是快速理清思路,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,你身边的人仰仗着你的坚定,所以你需要做好准备,在自己的稳定节奏中保持镇定,变化中往往隐藏着你一直等待的机会,抓住它,改变你自己,准备好迎接全新的生活,财源,本周财源还行, 容易在地产项目上而获利,利于技术上的合作,但既会任性,否则也会因此而产生破费,事业,本周事业上多平顺,利于业绩提升,利于技术上的合作,整体世上,稍操劳,但也既会任性,否则也会带来闹心和波折。 祝愿鼠牛的朋友,财神亲自来送佛快来接喜纳福,也请你们替身边鼠牛的家人和亲朋好友,送上最亲切的祝福,点亮下方,并转发即可,祝福你们,喜报三元,吉祥如意,招特内福,身体健康,万事大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